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比较共同 所以我们在布置上面的话 就很自然而然的 就融合在一起 其实这样子的结果 其实我们也是在当下的时候 才做出来的 看到他们的书法 我觉得好像话一样 在这个意境当中 就是真的就像这个主题一样 很多的掏声在中间 这样子整个屋子里面流窜 所以这个是确实 让我们可以感受得到 也希望这次的展出 能够让我们中部地区的民众 能够感受一下这个书法的美 尤其是行草的另一方面 然后也从中间去认识 我们中国文字之美 展览作品以传统书法的精神 及涵养为根基 进而开创现代书役的新风貌 他们以韵笔的轻重急需 墨色的浓淡枯润 与空间的疏密交错 形成如掏声斑 异扬顿挫的节奏变化 期待欣赏者透过线条点画的跃动 产生心灵的共鸣 诚挚欢迎各界爱好艺术的朋友 丽玲欣赏公益频道 林俊明 张华 采访报道